早安面膜清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米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這一大袋近期購入的開架彩妝包央品們 那因為這些大概有九成都是新品 所以如果你剛好正在觀望這些產品的話 今天會跟你們分享它的心得 然後到底好不好用值不值得購入 那因為東西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十五樣吧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Saborino的早安面膜清爽型 那這款面膜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其實你就會發現他們的經典款 黃色那個包裝我已經分享過還蠻多次了 然後後來我就買了清爽型 想說來比較看看 那它的包裝是你可以看到上面有葡萄柚跟小紅瓜 那敷起來真的就會有葡萄柚的那種淡淡的甜味 那再用過比較多次之後兩款比較 我覺得它的確就是你敷完之後 你臉上的感覺是一樣有冰冰涼涼的 然後的確是比較清爽的 那如果你是屬於比較乾性膚質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買他們的黃色就是 酪梨那一款 那如果你是比較容易出油混合肌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買這個清爽型 就是在早上的時候使用 那這款面膜算是我近期還蠻喜歡的產品 就是如果你也喜歡早上可以快速的幫皮膚補充水分的話呢 就是你們可以試試看 再來第二款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KISS ME的花樣美肌順俏自然卷濃密防水睫毛膏 玫瑰棕色 沒錯它是新的顏色 那如果你有看過之前我的睫毛膏評比影片的話 就知道我其實非常喜歡他們家的睫毛膏 因為它可以讓我的睫毛就是炸開來 然後像洋娃娃那種感覺 那這次因為出了玫瑰棕 我就想說試試看 會不會讓你刷起來的那種眼神 看起來是比較溫柔 然後比較不會眼神看起來那麼銳利 那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包裝 它的蓋子都是做一樣漸層 然後差別是在它的管身變成這種深棕色的設計 然後刷頭都長得一模一樣 只有膏體的顏色變成這種玫瑰棕色 那我今天特別使用了這個玫瑰棕色的睫毛膏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它的顏色會比黑色稍微更柔和一點 然後但是它不會很明顯看起來就是咖啡色 所以如果你怕你眼神看起來太兇的話 你可以嘗試看看這種咖啡色的睫毛膏 接下來第三款我要分享 同樣是KISS ME的花樣美肌睫毛膏卸除液 升級版 那那天我逛寶雅的時候看到架上剩這個是最後一支 然後我就好不得意把它搶下來 因為我本來就會有用這種睫毛膏卸除液的習慣 那升級版的包裝從本來的粉紅色變成淡藍色加白色的蓋 如果你問我它們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我用完之後覺得 它就是真的像它上面說的10%增量 之前舊款是6ml 然後這個是變成6.6ml 真的就是增加10% 那卸除效果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價格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新款的話 你又有習慣用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個新的 再來第四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是專車的完美防曬乳液 這款如果你最近有逛開架 應該會發現它的那個廣告版面非常非常大 然後是楊成林代言的 那這款防曬呢它的特色是它有防水抗汗 但是擦起來是還蠻清爽的 因為它加玻尿酸 所以它的保濕效果還蠻好 然後擦起來也不會覺得很黏膩不舒服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是這種立可白式的設計 那我都還沒有對焦 它就留下來 你就知道它非常的保濕 那推開來之後 它是沒有任何潤色效果 是這種保濕的半透明狀 然後這款呢它有做到 SPF50加PA4個加的防曬系數 所以防曬系數還蠻高的 它的價格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像我上次上週看到它在特價 好像不到200塊就可以買到一瓶 所以你可以非常豪邁的使用 那因為防曬乳其實要用到一定的量 它才有足夠的防曬效果 所以這瓶的價格就是可以讓你 放心的擦 然後後塗一層也不會覺得心痛的那種價格 那我覺得它整體來說蠻清爽 我的臉跟身體都有用過 我自己用起來是不會到 悶痘或者是製粉刺的 你們還是要就是看一下它上面的成分 如果你是比較敏感的話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第五項要分享的是 理膚保水的全護清爽防曬液 UVA Pro 它理膚跟全護 我每次都會變成全護清爽 這款呢我在之前的愛用防曬品中 有分享過 那其實它算是購入的時間蠻短 但是我近期還蠻常使用的 因為像我如果有參加活動 或者是出門拍照 會需要比較長時間曝曬太陽的話 我都會使用它 因為它 我之前講過它是皮膚科醫師認證的 就是真的有效高效的防曬乳 所以說如果你常常 譬如說需要在太陽底下活動的話呢 這款防曬乳我非常的推薦 那頭上快速給你們看一下質地 那它的質地是乳液狀 然後推開來呢是沒有潤色效果的 但是我覺得它用起來會稍微有一點點油膩 就是不是那種清爽度非常高的 但是因為看在它的防曬係數跟防曬效果高的話呢 我如果真的會曬到太陽時間比較長後 我還是會願意使用它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 Integrate的絕對有型眉筆第三代 那這是我第一次使用它們家的眉筆 然後我買的色號是GR941 算是深棕色 那它外型長得還蠻輕巧 是雙頭的設計 一邊是旋轉的眉筆 然後另外一邊是螺旋的眉刷 然後這款眉筆的筆心啊 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蠻適合去描繪那種根根分別 跟明的眉毛 給你們看一下它刷起來的粗細 然後跟顏色 這個顏色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般的棕色法 都還蠻適合的 再來呢 也是Integrate的每一天小植材 然後我的顏色是PK714 給你們看一下包裝 我覺得它不論包裝 然後使用起來的效果 跟它的價格性價比都非常的高 所以它其實不是我第一瓶買的顏色 我之前已經買過四瓶在這邊 那它們顏色選擇還蠻多的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去現場看那個 顏色有沒有自己喜歡的 然後直接給你們看一下 我今天手上擦的就是PK714這個顏色 它是比較淡的粉色 跟你的膚色還蠻接近的 所以很春天夏天的感覺 接下來是 雙用眉筆深棕色 這款算是如果很多人問說 開架眉筆有什麼推薦的 這好像也蠻常推薦在推薦名單中 但是我到現在才買來使用 然後這款跟剛剛Integrate一樣是做雙頭的設計 只是它一頭是眉筆 然後另外一頭是眉粉這樣子的雙頭 那其實我個人平常畫眉毛 硬要說的話 我個人其實會比較喜歡眉粉大於眉筆 因為眉筆需要畫的時間比較長一點點 然後眉粉我也會比較推薦給新手 因為它比較快速 然後也比較好去描繪出你想要的眉型 那眉筆適合在你比較熟練 或者是你有時候會想要勾勒一些 特殊的形狀的時候 會比較適合用眉筆 那我今天的眉毛呢 用的也是眉筆這支眉筆畫出來的樣子 給你們做參考喔 那我覺得這支真的算是非常的好用 然後它的價格也不貴 建議你們可以在週末打折的時候去購入 那如果正夭桌它的缺點的話呢 就是因為它只有眉筆跟眉粉 建議還是要搭配自己習慣的螺旋眉刷 你的那個眉頭的地方會看起來暈染得更自然 接下來呢也是眉筆的滋潤持久型唇膏 色號是PK22 然後我覺得眉點不管是它整個櫃位 或是它產品的包裝 都是走一個低調內斂的路線 就是如果你不是去開架會 認真一個一個櫃去逛的話呢 真的很容易忽略掉它們家的東西 那這款唇膏是我無意間 就是我本來是想要買這個眉筆 然後我就順便試一下它們唇膏 結果發現這個顏色非常的漂亮 就是它很適合日常淡妝時使用 那你們看它的粉 它就是比較濃淡事宜 不會讓人家感覺唇妝太重 但是又不會淡到看起來沒寫色的那種粉色 那因為我最近很喜歡收集這種玫瑰色的唇膏 所以我一試之後就愛上就把這支帶回家 那它們家的顏色選擇也非常多 我記得起碼有20個顏色可以選嘛 所以說它們價格也不貴 然後我擦起來覺得它的持久度也還不錯 但是你吃東西完我覺得如果想要保持它的完整性 還是要稍微補妝一下 但是顏色不會完全掉就是了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 ZA的美白換顏兩用粉餅 新款 那我手上這個顏色是20 OC0W 給你們看一下包裝 它是整個白色系 只有這邊有ZA的logo 打開來呢 裡面有鏡子粉撲跟粉餅 那這款粉餅呢 其實是ZA他們提供給我的公關品 本來是想要找我合作拍這支影片 那我試用之後我發現 它對我的膚質來說不太適合 就是真的太乾了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接著這個合作 但是還是跟你們簡單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因為它這款是主打乾濕兩擦嘛 那濕擦呢 如果你本身是比較容易出油型的肌膚 它的確是可以幫助你上妝 它會比較貼一點點 但是如果以我來說 我覺得像我比較容易乾的 鼻翼兩周這邊 或者是眼下 我上起來即使是濕擦 剛上妝是蠻貼的 但是時間拉長一點 我覺得還是會有浮粉跟脫妝的情形 所以這款我會比較沒有那麼推薦給乾性膚質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接下來是SOLONG的異想追逐魅惑眼影 他們新出的顏色是從53號到60號 就是2017的最新色 那這個也是SOLONG提供給我的公關品 然後我就一併 因為它也分新品嘛 我就一併跟你們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然後我發現我剛剛刷色的位置很蠢 沒有辦法直接對鏡頭講 我直接試在手上 這邊是53號到60號 然後其中我最喜歡的顏色是這個55號 它非常非常顯色 它刷一下就很顯色 然後這個紅是有點楓葉色 所以可以畫那種顏色比較特別一點的眼影 然後再來是這個56號 我覺得它比較容易飛粉 所以這個顏色我比較沒有那麼推薦 那其他畫就是你們可以根據你自己喜歡 霧面還是亮面的去做選擇 那我今天眼睛上這個紅色系呢 也是剛剛的55號 給你們參考它眼妝畫起來的效果 然後你們看到它的色號 就是它有多少數字 它就是有幾個顏色 那除了新色之外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看有沒有你們喜歡的顏色 那因為我目前手邊還蠻多新的開架單色眼影 我在考慮之後要不要做類似的單色眼影PK的單元 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說 再來就是唇膏的系列 首先要講的是這個HOLICA HOLICA的甜蜜之吻迷霧唇膏 那我買的色號是B101乾玫瑰紅 對我最近真的非常的迷戀各式的玫瑰色系 那包裝走的是比較少女的路線 是透明的包裝 然後最厲害的特色是 它裡面的唇膏頭是做愛心的形狀 超級可愛 長這樣子 那這支的刷色呢 刷起來是比較偏楓葉紅色 那它的妝感呢其實是偏微霧面的 所以說如果你本身嘴唇比較乾或是有死皮的話 就是記得做好唇部的保濕 或者先上一層那個唇部的primer打底 那我自己擦了之後 我發現它剛上其實不會到太乾 但是如果當你補妝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 會稍微有一點點死皮的產生 所以這個 嘴唇比較乾的人可能要斟酌一下 再來要分享的是這個 palladio的搖擺女靈絲柔唇蜜 那這個牌子大家可能比較陌生一點 它是美國的彩妝品牌 然後最近才在保亞有色心的櫃位 然後那時候看到這個唇釉 感覺它上起來的妝效還不錯 我就買回來試用看看 然後我買的色號是10號栗子棕 刷起來的質地會長這樣 它雖然叫唇蜜 但是刷起來其實是有一點點絲絨光澤 然後有點微霧感的 然後它非常非常的顯色 今天我嘴唇上擦的也是這一支唇蜜 那我今天上髮是比較咬唇妝的感覺 所以不會整個嘴唇的妝感很重 我就是內圓畫一圈 然後再用指腹把它暈染開來 再來是齊富雷的旋轉是唇線筆 然後色號是572 那唇線筆算是一般人比較少會使用到的產品 但是如果當你譬如說你的嘴唇的輪廓不夠明顯 或者是說你今天想要畫一個是唇妝的線條感非常明顯的妝容的話呢 就會建議你們可以買這種唇線筆 那我很巧的是這兩個顏色還蠻相近的 所以像我今天擦這個唇釉 我想要讓我的唇型比較明顯的話 我外框就可以先用這個唇線筆去畫 然後再用那個唇釉把它顏色塗滿 這個是唇線筆上起來的質地 那它其實還蠻滑順好畫開的 最後一樣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這是大創的春雞葫蘆粉撲 然後我買的是粉紅色 我去逛的時候它有出粉紅粉紫跟白色 那給你們看一下它是做這種葫蘆型的設計 然後它的粉撲其實還蠻硬的 然後這個我用過一次 你們可以看一下 用過一次它其實上面沾了還蠻多粉底 表示它其實是一個還蠻吸粉底的粉撲 然後我拿手邊另外一個那個韓國的Varsis的粉撲來做比較 它們兩個上了一樣亮的粉底 就是我兩邊半邊各用這個粉撲來上 你會發現它的確吸粉撲的效果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它會讓妝比較均勻的貼在臉上 不會吃掉太多粉底 然後柔軟度的部分呢也是韓國這一顆略勝一抽 所以這個的話呢 我沒有特別推薦大家買 但是如果你想買一個很便宜很便宜的美妝蛋的話 你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你可以練習來上妝 但是其實這顆也不貴 這顆我之前有推薦過 它Gmarket買一顆大概加運費五六十塊 你們可以上去找找看 這是我買了這個粉撲的心得 就是它上起妝來真的會有點像是一顆石頭 然後在敲你的臉的那種感覺 好那以上就是近期開架彩妝保養品的心得 然後因為幾乎都是新品 然後提供給你們一些選購的參考 那如果你們喜歡看類似主題的影片的話呢 我在大概今年的過年時候 也有發一支開架彩妝新鮮貨的影片 我把它放在上面 也都是今年新推出的產品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一樣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是想看的主題也都可以跟我說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